这讲的好久不见了 对定的忙搬家好忙好忙 今天来吃全家 拿一个豚骨拉面 这好像还是日本名店的合作 自己在追加叉烧 这个火头山也是 好像是北海道吧 一个很有名的店 再拿一个南瓜粥 冬天热热的 天哪我居然发现 日本在卖榨菜 8块钱好贵 买一个 你给拿一个新发售的巧克力蛋糕 天哪我还看到了羊汁甘露 写着从台湾直接运过来的 挨一个 一共120块 全部都买回来了 这个拉面30块 叉烧18块 南瓜汤21块 榨菜8块 羊汁甘露19块 巧克力蛋糕21块 就いただきます 先来喝一下这个羊汁甘露 有点淡哪 感觉加了十分多的水跟糖 这次喝到的心里 硬硬的像 不是像塑料 像咬不动 尝尝这个面 这个面刚在热的时候就好香啊 嗯 面好吃就是这个 汁水给的太少了 非常果的这个浓郁的 红果的味道 好好吃这个面 我觉得便利店的拉面其实都很好吃 特别是跟这种名店合作款 都不会出错 吃一个它自带的叉烧 这个肥冰力刚刚好 新买的大叉烧 这个好吃 这个肥瘦比例真真好 而且比较入味 里面还有木耳 跟葱 少了可以 少了点榨菜进去 他说这个榨菜会上 让我来看一下 比那个中国卖1.5块钱的那种 还比较脆 味道淡 嗯 不好吃 来尝尝这个奶油浓汤 一眼难尽 你想象的钱 它奶油加了糖 我来吃一下这个巧克力蛋糕 我诱着 嗯 现在吃空气 太松软了 两三口都没了 这个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请来给我点赞哦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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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